中华上下五千年商朝之 旁耕迁阴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 最早定都在伯 今河南商丘 从成汤建国到地心 咒王 灭王 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 历经六百多年 这六百多年的前三百年当中 商五次迁都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 因人屡迁 前八而后五 前八是指商朝建立之前 商族就曾八次迁徙 而后五则是指到汤建立商朝以后 又经历了五次迁都 这五次迁都 在古书竹书纪年中均有记载 分别是 商王众丁自驳迁于萧 和甲自萧迁于乡 族以居弊 南庚自闭迁于远 旁庚自演迁于北蒙 原因 数千年以前 生产力落后 人类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自然灾害 一旦有洪水泛滥 气候干旱等天灾袭来 轻则生活环境毁坏殆尽 重则整个群体就此灭亡 为了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 很多部落不得不四处迁移 这也是商族屡次迁徙的原因 但是到了商朝建立之后 人类已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 生产力大大发展 为什么还多次迁都呢 纵观商都频繁迁徙的历史 时间主要集中在 众丁至旁耕九王期间 史记因本纪中记载 自众丁以来 废氏而更立诸弟子 弟子或争相待立 比九试乱 于是诸侯末朝 一引凭着自己的才能 辅佐了商朝五位君主 为商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基础 然而正是因为国家稳定 百姓安居 天下太平了 君主们便觉得可以尽情享受了 于是滋生了贪图享乐 奢侈无度的作风 商朝的继承制度 是兄弟享有优先继承权 没有兄弟才传为儿子 因此很多人对王位都虎视眈眈 从众丁开始 王氏子弟为了争夺王位斗争加剧 政治动荡连绵不断 王氏力量日衰 国力减弱 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趁机反叛 再加上水涝 干旱等天灾不断 商王氏的统治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中 而对君王来说 这时迁都则是转嫁危机 摆脱困境的上上之选 商王朝建立后多次迁都 到杨甲即位时 都城已经迁到了眼 这时商王氏奢侈无度 内部的权力和利益斗争日益升级 奴隶主们过着交涉淫逸的日子 奴隶却受着残酷的剥削 很多奴隶不堪忍受纷纷逃亡 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四方诸侯也相继叛乱 国家混乱不堪 就在这时 杨甲死了 他的弟弟庞庚继位 从众丁到庞庚 历经九世之乱 商朝的统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庞庚 甲骨文座班庚 明巡 祖丁子 杨甲弟 是商汤的第九代孙 商朝的第二十个王 根据夏商周年表修正 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277年 共28年 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 庞庚乱世即位 富有忧患意识 他敏锐地看到了国家的混乱 也看到了百姓的疾苦 知道长辞以往 商朝离灭亡就不远了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摆脱政治困境 挽救商王朝的衰亡 庞庚决定放弃 已经很繁华的都城眼 选择一个可以长远发展的地方 重振朝纲 他派人四处考察 得知当时的北盟 金河南安阳 虽人烟稀少未经开发 但那里水土丰美 山有野兽 水有鱼虾 自然条件比地势低洼的眼 更适合做都城 而且迁都到此 还可以抑制贵族的奢侈 缓和阶级矛盾 减轻自然灾害 于是 庞庚决定迁都到北盟 借机将各种矛盾 一次性肃清 但庞庚迁都的决定一出 当即遭到大多数贵族的反对 王室和贵族们担心迁都以后 自己享受的特权就受到削弱 再加上眼热闹繁华 他们贪图安逸 不愿搬到荒无人烟的北盟重头再来 有些贵族为了阻止庞庚 还煽动百姓起来反对 一时间庞庚周围充斥着反对的声音 尽管如此 庞庚坚定地相信迁都可以加强巩固统治地位 因此迁都的决心非常坚定 为了动员迁都 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 做了一次重要的训话 向大家表明迁都的好处 争引古我先王 克锦天命的例子 突出了天命的不可违抗 说明迁都合乎天命 以此来平息不满情绪 奴隶社会的人们很迷信神权 因此庞庚的天命说法是很能争取人心的 在讲话中 他斥责大臣们疏忽职守 没能使百姓了解迁都的深远用意 以致人心浮动 无端声势 严厉训斥了王室贵族们贪图安逸 不愿迁徙的行为 并强硬地表示 如果不服从迁都命令 就会严惩不待 之后 庞庚的语气又缓和下来 争引古代君臣互相信任 通力合作 而使国父民强的例子 希望臣子们能和他一心 一起度过目前的难关 讲话都在情理之中 有很强的说服力 体现了一个有远见着实 气魄十足的古代政治家的风范 安阳因须遗址分布是意图通过多年的调查 与发掘 因须的范围和布局已大体清楚 环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的卫商代宫殿 宗庙区 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 居民区及平民墓地 北岸分布有大面积的亡灵区 殷须周围可能是平民居所 后来 他的演讲词被记录下来 收进了上书中 至今人们常用的新火燎原 有条不吻等成语 还是从他的讲话中凝练出来的 庞庚迁都的决心非常坚决 最终胜过了反对势力 在即位的第三年 即公元前1298年 庞庚带着平民和奴隶 西渡黄河 浩浩荡荡地往北盟搬去 史称庞庚迁都 后来北盟改名为阴 因此也称庞庚迁阴 迁都以后 人民到了新地方有些不适应 贵族便利用这一点 通过百姓给庞庚压力 企图搬回旧都 庞庚强硬地制止了这种做法 并着手在新兜整顿商朝的政治 他自觉吸收先王古我先后 往不为民之城堡的治国经验 认为想要受到人民的拥护 就要懂得与人民同甘共苦 因此他很注重体恤民情 推行的政策都比较开明 选用官吏也从人民的角度考虑 只任用那些爱护民众之人 要求官吏们勇怀一颗爱民之心 同时还要求贵旗亲族们并弃私心 施惠于民 很快因就发展的十分繁荣 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史记因本纪记载 都城千道阴之后 旁耕邢堂之政 恢复了百姓游宁 诸侯来朝的盛况 彻底扭转了九世之乱造成的混乱 出现了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富足繁荣的局面 衰落的商朝从此复兴了 旁耕作为一代商王 以其深谋远虑 完成了迁都的盛举 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被称为中兴之主 迁因之前 商曾数次迁居 但自从旁耕迁因之后 直到商朝灭亡的270多年里 商朝的都城一直在殷 因此商朝又称殷朝 或称殷商 由此可见 旁耕力排众议 千都至殷的决策非常英明